大家好,你是第八組 那我們這次的主題是要怎麼去設計一個有道德的組織呢? 好,那這是我們的認可 OK 那在進入這題之前,先大概講一下說背景是怎麼樣 那就是像各位在上個禮拜提到的復國銀行案例 以及這邊被朋友提到說撫斯集團的一些 不道德的行為會破壞 除了會破壞自己的商業,然後增加繁住成本之外 更會傷害到勇工 那很多,極少數的高階組織 是會藉由道德的行為來去獲得這些利益 然而即使自己是去做了一些反泛的措施 仍然還是反而我們會輸得不用吧 還是會有一些醜人的道事 然後行為科學也指出說 如果是要營造一個注重道德文化的話 其實不只是要把道德設為一個信念問題 更是要把道德設為一個設計上的問題 好,那所以我們要如何設計一個有道德的組織呢 那在談這個之前 我們現在了解一下本目標的上是誰 那我們有一個如果去的現象是說 我們現在的法律或是一些組織的規範 其實我們都是在懲罰壞人 就是一些迴法的人或是一些做錯事的人 但是然後我們懲罰他們的目的 其實不是因為說我們是很屬性 是因為我們想要叫罰他們 然後讓他們變得更好 但是往往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實就是 往往是善良博學的人 比較具有道德的可塑性 那什麼意思呢 假設說我今天是一個 有道德的人 那我可能自己一個人在 單獨空間下 我可能會做好事 可能會去輔導過來過 或是看到路上有個色 就想要錢去丟 但是如果我今天一大群朋友出去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這樣做 因為其他人可能會蒙作 那我幹嘛他們去運氣呢 所以像我這種就是屬於 比較有道德可塑性的人 那也就是這一次的目標會想 好那我們就進入今天的正題 那就是道德文化的四大支柱 分別是英俄展示 那我等一下會一去去介紹 好那首先第一個是 連結道德原則和策略 策略 那簡單來說就是 主持人要建立一個 價值觀 然後這個價值觀 是要能夠被廣泛的共享 而且可以明確的被常述 那領導人就可以用這個使命 學員去引導員工 去進行一些決策 那要注意的就是這個宣言必須要 節短可聚行動 跟有行調連結 好那我就直接帶一個例子 捷步 捷步這家公司是一家電商公司 那他之後被 後來被日本人並鬥 那他首要的核心價值觀 就是要給予部客人 尊重跟尊嚴 那時候人就是透過 服務來源的掌聲 那就是電商公司 一定會有很多 客宿的電話 那就是可能 有一些公司 可能會認為說 你員工在處理這些客宿電話的時候 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因為你花太多時間 可能會沒效益 但是節目這家公司不一樣 因為他覺得 透過服務會的掌聲 所以他的 在處理客宿電話的時間 員工是可以回去 需要去多花時間 來換個 顧客不太好的 解決方法 好那再來 第二大執著的話 就是把道德考量 放在首位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大多數人在判斷 一件事情的 對與錯是與非的時候 其實都很 容易 就是我們很容易 能夠判斷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但是我們比較難做到的是 就是我們在 執行決策的時候 把道德考量 放在第一個位置 所以說 如果有 這樣子的現象 不代表說 是道德的關注中心的文化的話 你的道德實務 會不會很少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如說今天 我是香檳的 高幹好 那 你 我老婆的 妹妹的格子 剛從中三七晚畢業 那他也想要去 香檳工作 那 我可能會想說 我就會內困他進來 然後 讓他過 努力廣告了 反正之後 一緣都一緣 他們對來過 也是他自己的造化 但是當我這樣子想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忽略了 那你們全班 也要脫蝦皮 那他們是不是 就喪失 我是 我這樣就是 喪失了他們的權益 那我這樣就是沒有把道德考量 放在手裡 好那再來第三部分的話 是透過各種經歷措施 來講 利益道德行為 就不單單是金錢以上 就是你可能 金錢上是可能說你 道德越好 我就給你獎金 那我也可以 組織也可以搭配其他措施 例如說 讓員工了解這個行為 對他們有正面的強力 那舉個例子 我們維生大型的航空 他有執行一個 節能的program 然後 他居用這些省下的軟料費 然後把這些節省的 費用捐助給弱勢環境 那這個措施實施後 讓員工的工作 密度跟健康狀況 都有提升 因為 員工會覺得說 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是 對社會有正面影響力的 那這就是一個 很激烈的措施 好 最後一大支柱的話是 在日常生活中要 鼓勵道德規範 那我就直接帶一個例子好了 假如說我們今天 全班 老師是一個 道德狠 道德狠到善狠的對象 那 可是我身邊的同儕 都是一些 比較沒有道德的人 那 這樣子會導致什麼情況呢 會導致說 就是這個班所呈現出來的道德結合是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雖然說老師 老師就是這裡的道街主管 他非常的 傳達了很棒的道德宣言 然後 他的道德影響力很大 但是我們在相處的都是 身邊的同償 那我們的同償就是 中街主管的位置 那他們 我們與他們最直接的交流 所以我們很容易被他影響 這就是為什麼中街主管是相對重要的 那再來 就是 今天假如說我們這個班上有兩個 有一個人做好事 一個人做壞事 那老師其實是要去 在養那個做好事的人 而不是去懲罰那個做壞事的人 你為什麼你懲罰做壞事的人 就代表說 你把那個 道德 道德黑洞的行為 呈現給全團看 那這樣是你懂得好 好 那我們要怎麼 要怎麼去實踐道德設計呢 那我們就以人事的羅程來講 聘務考評跟薪酬 那在聘務的時候 就是 相信大家 就是在 今年 今年所在早時期的時候 都有去各家公司面試嘛 那面試的時候 就是 各家公司 一定會去跟妳說 我們公司的價值什麼 那舉例來說 藍鐵電腦的話 可能就會說 我們公司的責值啊 很有誠信 然後 是一間很創新的公司 那 因為他們秉持了這樣的價值觀 所以他們在聘務的時候 也會 對他們的價值觀去問 譬如說 假設說 我今天是Emma Emma是一個 以顧客為中心的公司 那他這樣子的時候 可能就會問妳說 那妳過往的經歷中 有沒有什麼經驗吃 有沒有達誰顧客的需求 那妳要怎麼解決 那他可以藉由這樣的問題 去看所有這個聘務者 跟我們 切價值觀的image 好那再來 第二個部分是考古的部分 那說明就是說 其實不光是產人啊 下屬員工啊 義務等等 那其實你道德 也要被大陸績效的評估過程 因為這個代表說 這個代表說這個組織 道德 是很重要的 而且妳要去講第一 看古爐一些良好的行為 那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教生的360度評估 那他就是各方面的 去評估一個高階主管 好那這樣是薪酬的部分 薪酬的部分 那更簡單來說 就是理論上來說 就是妳的道德行為 越高 那妳的財務基地要越高 但這在實務上是很難實習的 那我這裡的例子是帶到 新南航空 那那個 新南航空的高階主管 是使用一個高階主管 清純卡 然後把他的薪酬 連結到四大合計價值 像是每個員工都 重量的卡關的 弱量等等 然後再藉由一個指標 去衡量說 這價值 然後最後決定出油分數 然後可能就對應到他的薪酬 好 那總結的話就是說 就是我們最近有 藉由剛剛的那四大支柱 我們去設計 經過設計之後 讓我們的主持會變得 做好事 就會做好事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藉由剛剛的 谢谢大家